葡萄牙六一一大升了瑞士之后 整个球队上升到一定的层次 而且也会让即将迎战葡萄牙的球队 感觉到望而生畏 主帅桑托斯他这个辩证 真的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我就感觉就是包括瑞士队 他也没想到 他能撤掉C罗 换上小江拉莫斯 那么有网友就调侃 也可能是真事 这个瑞士可能研究好久了 怎么打葡萄牙 怎么去防C罗 但是今天C罗不上 这个瑞士之前可能布置的战俗 不起作用了 不奏效了 这C罗不上 瑞士队不会了 这个就特别有意思 当然这也是一个网络的梗 但是也的确是出乎很多人的预料 谁都没想到C罗能打替补 那这个时候就要夸一夸 葡萄牙的主帅桑托斯了 他的这个特例 包括高情商 能把这个事情完完美美的处理好 真的是不容易 顶了很大的压力 你今天看新闻 你就可以看到出来 这个老帅桑托斯 他首先得找C罗谈话 对不对 那么我们都知道 那个C罗在葡萄牙队内的这个地位 对不对 老大 精神领袖 队长 功勋球员 历史级别 No.1 这都是C罗在葡萄牙队的这个标签 所以说你想把这样的一个No.1的球员 你想撤下来 让他打替补 这得需要多么大的这种攻关能力 对吧 而且还得跟葡萄牙足鞋去沟通 当然了 也代表一部分民意 这个有媒体报道出来 就是葡萄牙球迷 国内球迷 70%的人 就支持C罗打替补 所以说这个事情啊 看似不可能 其实在赛前已经水到渠成了 因为之前我们都说 我说C罗状态的确是不好 你包括世界杯小组赛 打完了之后这三场 虽然说有一个点球 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在浪费队友 给他传的这个机会 大部分时间都在吐饼 那这个时候啊 老帅桑托斯 他能把C罗拿下来 这么一看是非常非常明智的 因为在淘汰赛当中 就一场定胜负 他是没有那种容错机会的 真是说如果 球队创造出来的机会 特别好的机会 你要是打不进 那就很有可能啊 就使球队啊 陷入到被动当中 而且是相当被动 有的时候场上的这个局势啊 就是这么瞬息万变 当你有逼进球 有好机会 你打不进的时候 眼睛就容易打你的反击 这个攻守态势就容易发生逆转 这个是在淘汰赛当中 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这个之前还屡见不鲜 你就包括上一场那个 老塔罗他发挥不好 有几个球没打好之后 瞬间澳大利亚就扳回一球 差这么一丢丢 再说一下C罗打替补的事 今天这场比赛我看完 我感觉 C罗要是再想回到首发的这个位置 我感觉有点难 因为啊 咱们常看球的都知道 输球的球队要调整 当然了 世界杯淘汰赛 是不会给你那种调整的机会的 赢球的球队是不需要调整的 这个是关键 赢球的球队是不需要调整的 只需要按照之前你正确的道路走就可以了 那么普特亚队 他现在前场囤积了这种大量的年轻球员 你看 你看打的还好 避其避废 这都不用说了 还有拉菲尔来啊 还有菲利克斯 今天啊 这个小将拉莫斯 21岁横空出世 在淘汰赛当中 打进三球 奉献一个助攻 这个淘汰赛 毛泽西法 这一点太值钱了 你要是说 追寻淘汰赛 毛泽西法 就21世纪 一来的世界杯没有 你得往前推 你得推到90年代 94年 那么毛泽西法 加助攻 那更远了 你今天一查资料 1934年的事 所以说 今天葡萄牙这个小将 拉莫斯 打进三球 瞬间刷新了 一大溜的这个记录 这么出色的脚感 你怎么忍心 给他放到替补席呢 当然了 还有这个球迷私信问我 说 塞罗打替补 塞罗在替补席 他幸福吗 这不显而易见的事吗 他当然幸福了 没有比这个更幸福的事 你想一想 球队不需要他出力了 他只需要在这个场边一看 年轻人打得这么好 球队还赢了一场大胜 这谁能想到呢 对不对 所以说 很幸福 当然了 还有一点 咱们得往后说 就是塞罗 他来到国家队 他是想证明自己 他现在就没有俱乐部签约了 前两天 沙特有俱乐部地亚哥 说这个跟塞罗 怎么怎么样 传出一些绯闻 但是眼前塞罗 已经澄清了 这是个假消息 我现在 虽然说这个 世界博弈 葡萄牙打得很好 这个塞罗 现在也很幸福 但是呢 你往后看 如果说 现在塞罗 他打不上球 是吧 在国家队 已经失去了主力位置 而且顶替他的 打得还那么出色 那么他俱乐部怎么办 是不是 我感觉要这么打 容易和这个一线的这种 俱乐部基本上 白白了 告别了 先说一下 当下的这个世界杯 葡萄牙 过了瑞士这一关之后 当然瑞士今天打得也是不好 他跟去年的那个瑞士 肯定不是一支球队 去年瑞士 他是在这个 淘汰赛当中 欧洲杯淘汰赛当中 淘汰过法国的 今年欧洲这个球队 最失望的两支 一个是丹麦 一个是瑞士 丹麦是小鼓辈出现 瑞士 其实正常来说 打一打葡萄牙 其实本身从实力上来讲 他是不足以对葡萄牙 产生什么太大的威胁 但是昨天的这种溃败 也是让很多球迷 始料未及的 不得不说 很羡慕葡萄牙 这个前场有这么多 状态好的 年轻的这种攻击手 其实 拉莫斯的这个记录 本来应该由谁来完成 应该由阿根廷的 那个老塔罗 老塔罗那天 要是把那些机会 把握好 他是有可能率先完成 近几十年 在这个淘汰赛当中 这个帽子戏法 很可惜 这个状态真的是 差得太多了 葡萄牙呢 下一场会对阵摩洛哥 我感觉摩洛哥 也很难对葡萄牙 产生什么大的威胁 就凭借着 这么多 有效的 有天赋的 这个状态这么好的 进攻球员 我感觉葡萄牙 打进四强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 只是有一点 C罗要是再想赢得 首发位置 目前看来 是很难很难的 我感觉葡萄牙